这个呢 还是 一个叫许可的女孩 她详细的分析了一下 定投 比特币其实很难的 就是说定投 就是有了钱就买有了钱就买 因为每天价格都不一样 做到长期定投 坚持做一件事情挺难的 这个 她说要做时间的朋友 时间的朋友这个呢 其实李孝来翻译 不知道翻译哪个老外的书的 但是这个做时间的朋友 这几个中文字翻译挺好的 要延迟自己的幸福感 不要着急去变现 因为我记得李孝来是500多个比特币 买了保时捷 许可也差不多 在那会卖了比特币买了保时捷 我是卖了比特币买了老四来死 我们都后悔了 但是她话说回来 她说了一句话说 你只有痛了以后 花了钱 痛了以后 才能领悟到 这个比特币不能化 他也说 这些聪明的人 聪明反被聪明误 因为聪明的人都想 自己折腾 开公司 爱折腾 还不如那些不折腾的 没公司的 拿着比特币 不动的人 这是痛的领悟 一个叫鲫鱼的兄弟 他 他是个俗人 他听完了所有人的分享 但是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说的两句话 对他来说 最直接 最简单 我说的第一句话说 比特币一定能到 100万美元一个 100万美元一个 这个他记住了 简单直接 便于传播 第二句话说 如果你没有买比特币 你就买点狗狗币吧 狗狗币是你的 一定能走入千家万户吧 一个叫雷雷娜的女孩 提出了一个点 比特币的本质 是可以传承 是可以传世的 比特币的出现 是人历史上 第一次由下而上的 和由上而下的 两个不同的体系 出现的一个交集 而且这个交集 这个共识在不断的扩大 历史上也很难出现过 这种情况 有底层的人 由程序员推出来 然后慢慢的做做做 越做越大 做着做着 去变成了比特币 而且 底层的人也在买 然后 很多人也在加入 不停的买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 原来是从国家层面 发行货币到 这个 强制执行 法常性的货币 以及 由 就是 他说的是一个 自下而上的一群人 和自上而下的一群人 产生了一个交集 就是比特币 他提出来了 比特币的 除了我们的价值储存 价值流转以外 这个是排在第二第三的 比特币最重要的是 公平 就是 即使有特权的人 进入这个比特币行业 也得 真金白银 拿钱去买 你不能直接 抢别人的 这个市场非常的公平 大家都是买就完了 这个公平也就实现了 就是你的个人财产 人类历史上实现了所有权 我的就是我的 讲得很好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Jordan的朋友 他讲了 这几个人 总结了一下 大家的观点 其中他 说比特币改变世界 是不可逆的 好 这段分享完了 是不可逆的 我可以是不可逆的 我可以是不可逆的 这段分享完了 感谢观看